黄老师留下的地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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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问我是怎么猜到的 我记得你是个编辑吧 专门做艺术类杂志的 上学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油画 黄老师教你 临摹泛高的画作 你的笔触犹犹豫豫 有一些甚至比新手还生疏 这么伪装自己 累不累啊 你 不过呢 再累你也得受着 因为从职业学校毕业的袁婷 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油画的 你好不容易才接近黄老师 怎么能在这种事上 让他看出破绽呢 我说的对吗 陆锦和 不愧是肥冷催美术学院的高材生 眼泪了得呀 你果然认出我了 你在刚一见到我和律师的时候 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黄老师的厌恶 但后来 你一直在说自己与黄老师关系如何好 也太假了 哦 对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圆婷一直生活在本市啊 只不过是在郊区 回老家这样的借口 一下就能暴露出 你不是圆婷 是不是圆婷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圆婷了 就在今天早上 我那个可怜的弟弟 在极大的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要不是崔元现在被关在警局 我一定会立刻冲过去 要了他的命 别把自己说得这么情深义重 你 还有你的父亲 真正在意过圆婷的死活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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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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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